主动提到公投议题谈气候变迁危机能源转型成了重要一环 但核四场就位在新北市长侯友宜对重启核四公投 暧昧态度不只跟国民党保持距离 通台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反对把核四办到台中 相较蓝营积极举办公投宣讲 卢秀燕冷处理 如今黄世修一句安顿身家被指威胁恐吓 国民党更显尴尬 侯友宜四两拨千金 只是黄世修在丢出一份重启核四初步规划报告 只只是2019年台电乙和氧绿通过后的规划书 但内容提到重启核四绝非容易 但也不是难事 端看政府决心跟相关单位是否支持 而且考量技术跟政治面 一号机如果能先重启 二号机暂时封存 再等适当时间续建 是比较务实策略 台电不但否认 还传出现在民进党要求经济不查 是谁泄命 你为什么要主动讲一段说 有人擅自以台电公司名义 对外界散布 你用了对外界这个字 你不就承认是你们的内部文件吗 黄先生他公布那个重启计划 尤其在公投之前 有点难辨真伪的情况下 那个部分我觉得要检验 还是很要很慎重 重启核四让绿营找到破口 如今要找泄密者 国民党想反击还得顾及恐吓说 攻防显得绑手绑叫 TVBS新闻华少平丽萍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